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楼下酒梅邻居出入 就占为己有 可以这样吗 这么离谱的事发生在桃园 58岁张姓富人 住在盖栋公寓三楼 发现楼下的房子很久都没人出入 去年6月 他竟然撞开大门 接着把里面的家具全给扔了 还耗资28万重新装潢 直到今年4月中 李姓屋主跟邻居通话时 则知自己的房子 最近装潢得很漂亮 觉得莫名其妙 隔天直接报警 会从警察到屋子查看 霸占人家房子 住得爽歪歪的长姓富人 前来应门就被逮个正着 地前署今天将他提起公诉 还得赔偿屋主 11个月租金 出发中心 到底哪里来的勇气跟想法 报道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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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